本周六三芝区的樱花祭要在山深步道登场 今年因为暖冬的关系 吉野樱绽放受到影响花开约三成 不过今年的活动主轴除了是赏花 还要兼顾身体的健康 鼓励民众多走路践行还可以拿到好礼 三芝区公所也欢迎民众 趁着周末假日好天气到三芝赏樱践行一日游 最后一波最让人期待的粉红色吉野樱准备绽放 本周六三芝区的樱花祭也要在山深步道登场 今年因为暖冬的关系 吉野樱绽放受到影响花开约三成 不过组活动当天除了可以践行沿途逛世 及欣赏花景之外 还有拔萝卜与彩绘新院时等多元活动 适合亲子户外踏青休闲 也可以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参加我们的 彩绘许愿时的活动 然后可以画下你心中的最美丽的樱花树 或者是任何可爱的卡通人物都可以 所以礼拜六欢迎大家来到三芝来赏樱 三生步道两旁种满了樱花 每到樱花盛开季节总会涌入不少人潮 但其实除了樱花三生步道沿途美景还是相当美丽 有大根溪还有农田景致 活动也相当多元 还可以带着小朋友到一旁的萝卜田 体验拔萝卜丰收的喜悦 那个露出来面积大一点的 有没有 面积你像一个 你像这两个 这个就比较大 然后怎么拔 直接拔起来吗 对直接这样一拉就起来了 这样子 咬一下拉 拔起来了 那我们礼拜六的三芝区的樱花季就要展开了 然后来到我们现场的话 就可以参加我们的闯关即将活动 你只要现场集满两个章 就可以获得我们这个樱花旅行包 那它是由我们三芝的吉祥物之音跟符笋所设计的 然后非常的实用 然后欢迎大家能够来参加这样的活动 另外今年活动足周出的赏花 还要兼顾身体的健康 鼓励民众多走路 搭配践行的活动 参加集装游戏 还有超级可爱吉祥物娃娃的粉红色化妆包小礼物 三芝区公所也欢迎民众 趁着周末假日好天气 要到三芝赏银践行一日游 品尝当地现场农产品的鲜甜 记得拉平函三芝采访报导